國民黨立委吳宗憲講了部分違憲 還連講兩天 我們請教一下議員委員 六月二十二號第一天 他說國會改革法案只有部分違憲而已 然後之後被林歐昌批說 這根本是濫權強行通過 他又再講一次說 即便大法官認為有違憲 也只是部分而已 不可能全部違憲 我就納悶 那你幹嘛今天又改口呢 說國民黨我們自己提的法案 我們不會認為違憲 到底是有沒有違 國民黨吳宗憲 他翁曉蓮講這種話 是故意用法律的詞彙 然後要丟法律人的臉 像我這樣說 每一次的大法官解釋 他基本上就是就這一次的一個條文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架構 然後去研究有哪幾條是屬於違憲的 所以並不會是說 你提出釋憲 就所有法條都會違憲 並不是代表這樣 那這一次的國會擴權的法案 他主要有分身為幾個架構 第一個是說總統的急問急答 那我們基本上認為 這個跟憲法的規定已經不一樣 因為因為憲法是規定得 然後我們在這一次 修法改成因 這個意義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部分我想會違憲 但是急問急答 他除了這一個條文 還有其他的一些條文 可能是比較無關緊要 比較主於肢解的 那些條文可能就沒有違憲的問題 那同樣的還有一個架構就在反質詢的部分 關鍵點是在二十五條 二十五條也就是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你這個虛偽陳述的定義是什麼 那吳宗憲在三讀前告訴我們什麼 他說反質詢的定義等三讀後我再告訴你們 對 三讀之後 三讀後他說 待行程判例之後自然就會有解釋 還要等到判例之後就要告訴我們 我什麼時候才會知道 所以就很奇怪 你知道行程判例 你那個反質詢那條是有刑責的 你要行程判例代表 有很多人會因為反質詢 又被判刑 你要等行程判例後才要跟大家說 什麼是反質詢 那不就很多人怨大頭要先被抓去關 吳宗憲又對那些外媒說 關一年也沒什麼 這都全部他講的話 關一年不算很重 吳宗憲你要去判刑一年判刑 他當然不要 所以他去講 就是說部分違憲 基本上我要說 二十五條 四十七條 這兩條被違憲 二十五條就是反質詢的定義 四十七條就是要傳喚 就是調查權 他要把相關的人士 包括政府機關 包括部隊 包括社會有關係之人士 要行使調閱 然後要請他們可以來說明 那這一個條文會不會違憲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 不要避重就輕 你應該要針對二十五 四十七五十九之五 五十九之五的地方 這幾個是關鍵的條文 那為什麼它是關鍵條文 就是說這個才是真正 涉及到人民的權利 有受到侵害 或者是說二十五條 就是反質詢定義 或者是說這一條 涉及到機關之間的權利的一個對抗 就五八五號的解釋 你要行使調查權 你必須要尊重行政院的行政的一個特權 就這個行政就權包括說主管的一個裁양權 包括說司法院他的一個判決 他是如何形成判決的 他如何形成新政 包括說考試院的考試 怎麼去評分的 這個都是屬於這個特權 就是說獨立的一個特權 不應該被這個調查權所侵害 所以大法官會針對這幾個關鍵的條文來做解釋 如果你說部分違憲就表示有一些會合憲 我不是在來講 吳宗憲說 五十條五十二條是屬於調查權 然後這些調查的一個機關應該要付保密義務 當然要付保密義務 如果要付保密義務 這條被違憲不會違憲 所以你很多條文 因為這一次整個擴權法三十幾個條文 當然不會所有的條文都是違憲 但是關鍵的這幾條 只要違憲了 基本上你們這一次講的擴權 就站不住腳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剛剛都說了 二十五條四十七條 這跟人民最相關的 那既然國民黨這些立委大大 他們也知道說這個違憲 他還是檢察官 那這些立委不就是要立法嗎 沒有錯 那幹嘛要把這些法扣出來 明知道違憲還要硬幹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 如果你他現在已經轉口了 他現在是說 國民黨提的不會違憲 事實上他第一開始講的 他就是在針對二五跟四七 二五四七 這還是關鍵條文 你關鍵條文的時候 如果違憲了 基本上你這一次的修法 就站不住腳 所以我也覺得說 這兩個法律人真的是很可惡 至於說現在要說 未來這個憲法法庭的辯論 我覺得那都是很 在之後的未來 但因為憲法法庭要不要行 這個延遲辯論 這個叫大法官來決定 所以也未必會有延遲辯論 未必會有 對那如果有延遲辯論的話 當然是說申請四縣的人 可以派代表的人 然後可以委派律師 那被四縣方 當然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團 至於你們要派吳宗憲 要洪曉玲 要洪國昌 我們也覺得很樂意啊 因為吳宗憲你看 說的顛三倒四 翁曉玲也是差不多這個樣子 那黃國昌呢 我們看過了幾次 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的質詢呢 跟卓榮泰的 這一次對壘最好玩 完全不給人家講 他一講就說 韓院長 他擦我的話 對不對 所以他這種辯論 不過他在宣法 大法官不能說他擦我的話 對不對 他在宣法法庭 他是可以讓他盡情講 不會有人擦他話 所以是屬於他的戰場 因為他最怕人家擦話 他要一通一通拖 到尾腳到尾 又有直播 所以他大概 他會請英上政 我們也不意外 但是這個沒有人 可以擦他話的一個地方 才是他的戰場 好 所以請教他東豪哥 那你看現在 他們已經自證了部分違憲 這是意思是 國民黨立委投降數一半嗎 不是部分違憲 怎麼會提出來呢 好 現在林志群律師又說 飯菜裡面有老鼠屎蟑螂 還可以吃嗎 還敢出菜嗎 我覺得這個比喻也蠻妙的 部分違憲不是全部違憲 不就好棒棒 他裡面說 現在的情況就是餐廳老闆說 裡面有老鼠屎蟑螂 拿掉就好了 又不是給你滿滿的老鼠屎 跟蟑螂 你幹嘛大驚小怪呢 好 這是學者陳芳宜就說 擺明藍尾就是來惡搞的 藍白就是來惡搞的嗎 本來就是來惡搞的 我那麼講 立法委員立法 你如果知道會有部分違憲 你還要立那個法幹嘛 你要等到大法官審理 審理做成違憲解釋以後 你再來修正 大法官如果做成違憲解釋 你就一定要修正 那問題就出來之後 為什麼說這一屆的 國民黨的素質 非常的差 問題就出來這個地方 一個是教憲法的 清大的教授當部分去立委 一個是檢察官出身的 當部分去立委 你在立法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故意 讓有違憲之餘的部分 變成法律的條文 而且翁曉玲就說了 反正我再提出一個 修正案版本就好了 不是 那你們那個時候 幹嘛不在文會 不要討論 這個問題來了 那你是故意把有違憲的部分 放進去 然後只要民進黨 民進黨政府 賴清德總統不提違憲 就怕是過關了 那到底有違憲還沒違憲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它不複雜 最簡單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認識中文的人 你都知道 憲法徵修 裡面講到總統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是得 得沒有強制的意思 那你立法委員 你要你要讓總統來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的時候 你怎麼會寫成 應該呢 因 這是中文 你連中文的程度都不好 然後你要立一個法 你立一個法以後 你又要擴及到一般人民 之前不是才有那種三讀 還在改那個什麼新臺幣 有沒有寫的那個東西嗎 所以我說他這一屆 這一屆的國民黨素質很差 不認連中文都不認識 那差到還要檢察官跟教授出來 換 換也換一半 這兩個是 這兩個就是主導的 主導的 然後然後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翁曉玲的學生 他如果他跟你 你跟他講說 我的憲法是翁曉玲教的 人家會怎麼看你 你如果 你如果吳中先生當檢察官的時候 你就要保備 有時候 你遇到這樣的檢察官 你不嚇死 到底有沒有顧及到你的選議 在有利跟不利之間 他有沒有善盡職責 全部在他一念之間 你如果 我如果是在 遇到像吳中先生這種檢察官 你怎麼辦 然後他弄錯了 告訴你什麼 你可以去行 你可以去行政救濟 我們需要那麼倒楣嗎 立法 立法委員直權行使法 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不管是民進黨 或國民黨都曾經提過 所以重點不在於提修正案 重點是在於提的過程當中 不管你是什麼主張 你要有充分的討論 那黃國昌更好笑 在大法官釋憲的過程中 如果要舉行延遲辯論 你本來就可以去 你只要申請 那你可以當反方 這個相對於行政院 相對於民進黨黨的 另外一邊代表 你可以當 你可以相對 那你去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人會打斷你 可是你應該站出來講 為什麼你們要支持一個 會違憲的法律 照道理 在充分討論之下 發現有違憲疑的部分 就應該充分討論 然後大家清平氣的坐下來 把文字修正好 討論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會出問題 可是你覺得藍白今天是為了 為了要修一部好的法律嗎 沒有 他只是要報仇出一口怨氣而已 他其實只是要出一口氣而已 他就是見不得民進黨繼續執政 就是要弄你 不是 那你看出一口氣 然後親鳥還上街頭 然後搞了立法院亂七八糟 這樣烏煙瘴氣 所以你看到他的民調 制度會繼續掉 更白的一句話 今天在賴清晨總統舉行 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有一個記者轉述 說反對的方面說 現在大法官都是民進黨提的 所以他們會幫民進黨富航 國民黨有一些立委 直接恐嚇 說要三司法院預算 我問一句話 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一六年的總統是誰 馬英九總統 二零一六 二零零八到二零一六年 是不是國民黨在立法院絕對多數 曾經有一度民進黨立院 黨團連提四線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人數不到 在那八年裡面 大法官通過的四線案 難道蔡英文的時代 民進黨要說 那是馬英九的 馬英九的 像羅澤強講說大法官應該要當憲法的守門人 對 下一句話出問題 不要當綠色的狗 難道你要把這個話改成 馬英九時代的大法官是藍色的狗嗎 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完全不尊重大法官 有不同意見 請走公開正式四線的時候去辯論 去表達意見 可是現在你明明知道你有違憲 就開始放這種話 就叫輸不起 那麼今天賴清德總統也講了 為什麼要申請四線的主因 我們請教一下冠婷 因為賴總統說 企業外資都很擔心說商業機密會外洩 為什麼會外洩呢 因為之前其實有一次的質詢 大家也說真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嗎 會不會是 有人會洩漏半導體的商業秘密數據 給做不出晶片的中國 台積電股價一定會暴跌 台股一定會崩盤 投資人可能會寫本無歸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像洪孟凱上次 不是說災後要了解一下受災情況嗎 那有些是商業機密不能提供 好有沒有可能導致說 藐視國會罪 叫你提供你不給 這個影響範圍很大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例子 在今年四月 這個濫權擴權的法案在通過之前 其實在立法院就上演了一個 真實的攻防的戲碼 這是誰呢 這是立法委員洪孟凱 他當時用的理由是講說 四月三號的時候 花蓮發生大地震 然後就要求政府單位 應該要把所有的地震影響 科學園區的災損的情形來提供 可是呢 這內容實際上災損 不是政府單位啊 也這一些廠商 每一個都他自己 各自廠商自己的內部的機密資料啊 現在把這一個 他質詢這個林副主委林敏聰的 這個對話 就已經揭露出來了 首先呢 他說你們是不是沒有去查 然後呢 政府官員就講 這個牽扯到產業內部評估啊 所以洪孟凱想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損失到底有多少 哎 問題來了 林副主委敏聰 就講是屬於營業機密 重新調整機台部分 因為有暫時施工 然後呢 那個洪孟凱要繼續問 我請教一下 結果沒想到官員 還要道歉喔 對不起 然後洪孟凱就講 你有底氣 我們都在底氣啊 本席問政啊 難道不認為我今天來報告 我們關心這個事情 國人會關心嗎 這個資料都沒有準備嗎 然後洪孟凱就說 你的 我們有密切啊 要求廠商提供給我們 其實政府官員這時候講 我們有密切 但是這個部分 也要請廠商提供給我們 一直就委婉跟大家講 那廠商就認為 這是資密資料嗎 你廠商願意提供嘛 然後結果洪孟凱就罵說 你的密切在哪裡 什麼時候可以給本席資料 什麼時候可以給本席資料 所以很緊 還連問兩次耶 對 然後呢 後來呢 這個官員他就講說 我們回去把目前 已經既有的產業資料 提供給委員 這個沒問題 那但是這句話是關鍵 但必須要產業願意提供給我們 後來最好講 這是屬於產業的整個機敏資料 然後副主委 今天下半以前提供給本席資料 這個部分就是今天工房的重點 今天這個國會擴權法案通過之後 如果依照現行的法令 真的上路了 那我要提供還不提供 洪孟凱要求的這個資料 就是他要就一樣 就是這個所謂的災損的資料 比方說像台積電 比方說像其他的上市櫃公司 實際地震影響的這個資料 政府要不要提供 如果最後立法院做成決議要提供 政府能不提供嗎 那政府能怎麼提供 是不是就要求這些廠商 一定要提供給他 這就問題來了 洪孟凱今天這事情被揭發之後 他還要告人耶 洪孟凱還要告人耶 不是這不是他自己講的嗎 這個不是陳唐政公那一天的質詢內容嗎 對 剛剛這資料很清楚 這是完全逐字啊 我完全念逐字啊 結果因為包含民進黨的立委 吳佩義跟一些立委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就在跟人家要機密資料嗎 然後洪孟凱覺得我從來沒有 我沒有去要機密資料 不是啊 你所有要的內容 人家就跟你講 這就是機密資料了嘛 所以我覺得你要告人你的權利 但關鍵來了 你之前這樣子要 國科會 科技部 他們是可以不給你的 可是如果今天 這個國會擴權法案通過之後 濫權法案通過之後 這樣子的機密資料 你可不可以要 你要了 如果對方認為說 這是機密資料 可不可以不給你 那這樣子台灣的廠業就完蛋了啊 所以今天為什麼賴清德 清上火線要講說 我們這個東西要申請釋憲 因為如果今天 所有的外商 說在台灣的廠商 都認為說我們的立法委員 可以擅自的調 他們內部過去不用有義務提供給你的資料 廠商會不會怕 然後結果今天洪洪卡的態度是說 他要提告 我被一直質疑 質疑說是假質詢 真索取機密資料 就是評論啊 如果連這樣子你都要去告人 我覺得社會會有一個攻斷 好 所以請教下一位委員 因為你也在經濟委員會嘛 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會發生呢 因為你給了就變成我給出了商業機密嘛 如果我不給 我就變成藐視國會 我不是裡外不是人嗎 對這些廠商對於這外資或企業來講都很為難啊 那未來在你們委員會有沒有可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呢 有沒有一些機密是真的不能給的 那為什麼立委要追那麼急呢 你看看說是所求災損啊 災害後的受損情況 那你幹嘛要的是機密資料 人家就不能給啊 沒有錯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擴權 其實對於這個私企業傷害非常的深 所以為什麼會有包括歐盟 他們這個商會對於我們台灣都有做這樣的預警 說這樣的法案出來的話 對於外資在台灣的投資可能會因此而卻步 事實上他就是預告的像洪孟凱 這樣的狀況 因為洪孟凱他自以為說 我我把他文字叫做災損狀況 這個好像是在關心這一個這個 可是你知道台積電光是一個災損啊 擴廠啊什麼都是會影響到股價 你說災損就涉及到了現在他的產能 我的生產線 他的產能有沒有因此受影響 那你知道對於企業來說 因為他面對跨國際的一個競爭 我的產能的一些狀況 都是屬於我的最高機密 因為我我要去接單嘛 那我要提供多少的產能 我這條要給誰 這個部分基本上他是不能對外講的 他一定是屬於他的機密 保密條約 而且跟另外的公司一定有保密條約 所以你看洪孟凱他用災損 然後又去知道他的一個災後 他們的這個產能的狀況 這個怎麼可能會說這不是機密呢 所以洪孟凱這一波被跳出來 然後被大家學習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知道洪孟凱根本已經示範給大家看立法院 擴權之後 他們會怎麼去行使權利 那我要跟大家直接說 擴權後他們會怎麼行使權利呢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五十條之一跟五十條之二 這是我們這一次他們訂了擴權法案 他們是說如果立法院要求社會相關人士 或是政府人員應該要提供資料的時候 如果他有拒絕政言 或是拒絕要提供的狀況之下 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主席同意 主席是誰 有可能就是 如果是在司法委員會 就是吳宗憲是主席 如果是在院會主席是誰 韓國瑜是主席 如果主席不同意怎麼辦 還是得提出 那你提出的話會有兩件事情 你公務員提出的話 就可能會涉及到 因為這是機密 你可能會涉及到的洩密 你不提出的話 就是藐視國位 那洪孟凱現在說要告吳佩儀他們 洪孟凱現在說要告就很好笑 因為他想要用告這個大動作 來凸顯他之前的一個荒謬 因為他就是想說 這樣的話新聞把它蓋過去就好 可是事實上洪孟凱的動作就再再凸顯了 這個擴權法案的整個是完全違憲 而且侵害到了企業 侵害到了人民的一個權利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好 但是你看現在國民黨立委 踩出什麼樣的態度呢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他們現在把責任丟給了大法官 質疑大法官的公正性 他說吳宗憲說什麼呢 部分違憲的部分是因為 前提是大法官受到政治力的影響 你看羅志強說什麼呢 羅志強說大法官要有自覺 不要當民進黨的看門狗 請大法官自之自重 這樣大法官是民進黨的看門狗 對沒錯 那麼中央國民黨的這幾個立法委員 才是希望用政治力量 來壓制司法大法官會議的視線 為什麼呢 請問一下 過去你們中央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會講說大法官會議視線 到底有沒有違憲的部分 我們會這樣講他們嗎 還罵人家是政黨的看門狗 欺有子裡 今天已經有律師去提告了 不過提告成不成立是一回事 就是一個動作 那麼最主要原因是 如果按照吳宗憲 按照羅志強他們的說法就是 大法官會議解釋 只能根據國民黨的要的方向走嗎 只能根據你們的方向走 大法官就是公正 沒有根據你們的方向走 是有違憲的部分 那他就是民進黨的看門狗 不是這樣嗎 你們的意思不是這樣嗎 你們把大法官當作是什麼東西 大法官就是要重蹈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雖然提名的時候 是怎麼有盯過一定的提名程序 但是他有總統提名 又一樣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那麼大法官就是要用他司法的專業 針對這個相關的法律條文 有沒有違憲做出相關的解釋 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來的 不會因為這個大法官是誰提名 我們就認為說 這個大法官會議的視線是違憲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馬英九提名 我們不會這樣講 但瑞德哥如果大法官 因為也是立法院指派的 那會不會他們也真的會覺得壓力很大呢 因為現在包括林世民就嗆聲說 那我們就要砍預算 那就砍啊 那就砍 如果身為大法官 還怕你這個立法委員砍預算 用這種手段來恐嚇的話 那就不要當大法官就好了 其有此理 用這樣的一個恐嚇威脅的方式 對不對 要求人家達到你的目的 這可惡至極你知道嗎 你以為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 今天不是罵賴清德是太上皇嗎 你們這些在野黨的立法委員 才是太上皇了 你是大法官的太上皇 你是司法院的太上皇 你是總統的太上皇 然後你現在你最大 區區一個民選 或是不分區立委的立法委員 竟然把自己看得比宇宙的這個無敵 這個大皇帝還要大 自己身兼行政院長 參謀總長 外加這個包括了這個檢察總長 其有此理 大法官只要按照他自己本身 我贊成 我贊成這個賴清德所說的 按照憲法的規定 他在選前說按照憲法的規定 如果立法院邀請他去當國情志文 他去報告OK的 但他現在認為 那麼如果是按照你們這個 所通過的國 我個人認為一直認為是國會黑箱擴權法案 他拒絕去 要等到釋憲結果出來 我贊成 為什麼呢 如果你們都可以隨隨便便 把一個立法委員的 這個相關立法院的 這個職權行事法 可以搞成這樣 那你們以後不是跟中共一樣嗎 可以把全世界全宇宙 用一條法律 用你們內部的一個職權行事法呢 全部都包在裡面嘛 那香港國安法不就這樣嗎 所以這是非常離譜的事 自己是太上皇 卻說人家是太上皇 好 但請教明賢哥 因為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這樣的說法 已經在開始詆毀 這個大法官的公信度了嘛 還是說 反正大法官也是立法院指派的嘛 那套翁曉林的一句話 我們就是上對下囉 前提是大法官受政治理的影響 事情都還沒有辦 你就先套人家帽子 然後又說 我們要直接預算給砍光光啊 這樣是對大法官做威脅嗎 不會啦 就是說大法官現在 如果現在執政黨 不論哪一個單位 總統有幾個單位提出來 釋憲 都做一個司法程序 那還沒定論之前 拜託那個蔡委員 就說還沒釋憲之前 執政黨也不要說定位說 這是擴權 這是這是違憲 還沒釋憲出來 所以同樣的 我們認知當然就是擴權 對在黨來講 這個就是不會改革 就是說雙方各有立場的時候 就交付大法官來做決定 所以 可是我們不會說 所以也不希望 也不要把大法官 就是大法官不專業 也不要把大法官講說不專業 我先講就是說 甄調會釋憲當初是由民進黨團提出釋憲 那當然不同的釋憲方式 有可能全部核憲 全部違憲或部分核憲 那甄調會當初就是部分部分違憲 所以當初是因為甄調會先先通過之後 成立開始運作 然後最後部分違憲 甄調會就沒有運作了 那這次情況是這樣的 我覺得吳宗憲委員 因為現在朝野氣氛比較緊張 所以他就可以開始這樣子 緊張到後來講話了嗎 你不要把他當作是Jackie Wu 他不是那個藝人無尊線 他現在看起來蠻像的 不是 他只是分析各種可能的一個scenario 那還有三種可能 你就偏偏講說 他也知道你們提出來就是部分違憲 他已經連續兩天講出這樣的話了 不是嗎 沒有 他今天有修正 他說他是說有一個前提底下 我覺得也不要去預測 我覺得說有三種可能 部分違憲或全部核憲 或全部違憲 通常老公跟我講三次 我只相信他第一次 因為是不小心講出來的 沒有啦 兵口鏡是會晒 現在我就說氣氛太嚴肅了 他出來紓緩一下 紓緩一下情緒是不是 我覺得接下來 像是國民黨立委 甄調會當初就說有提一個說 急速處分 暫時狀態 那如果到時候這時候 大法官沒有同意的話 那現在這時候 那個就是說國衛改革法案 要不要執行 總統要不要來立法院 那個國情報告 或到時候說要不要進行 那個叫做國衛調查權 這會變成兩個變數 對我們來講 如果沒有一個 一個急速處分的話 國衛調查權 我們是要成立各個法案 包括四個法案 包括雞蛋 疫苗 還有包括光電 這些是要成立那個調查小組的 所以現在就是說大法官 有沒有進行一個 那個急速處分 就是很關鍵 就在四線之前有沒有急速處分 沒有沒有緊急處分的話 這條條文是照算的 所以接下來立法院的攻防 包括到下回期來講 我覺得朝野攻防 會持續延續下去 所以不是說 那個像Jacky Who 可以紓緩一下緊張氣氛 我覺得這個緊張氣氛 或朝野攻防 還是會持續下去